这是韩国最后一个男子汉马东西 此刻楼道里上百号黑棒打手 正拿着棍棒等他 只见他单侧嘴角上扬 就这啊 马叔一一抵摆直接开干 一技之拳 怼到打手脸上 再抢过对方手里的扳手 猛砸一番 一群打手冲了上来 马东西直接抱住其中一个轮飞 没一会儿 这帮人全都被打趴下 还剩一个老师人 马东西叫他过来 老师人施展奥斯卡演技 自己倒下逃过一劫 今天的故事也随着展开 这里是韩国的一处监狱 马东西饰演主角朴雄哲 在黑帮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因为一次意外被判28年 在监狱里 大家都对他力让三分 所以朴雄哲仍旧过得风生水起 这天押来一个犯人高友诚 小伙子年轻气盛 和其他囚犯发生争执 朴雄哲过来主持公道 高友诚明显还是不服气 朴雄哲感觉 需要灭灭对方的气焰 他猛的掐住高友诚的脖子 没一会儿人就老实了 朴雄哲看陪伴自己多年的粉色手套脏了 心疼不已 一天 朴雄哲从狱长那里得知一个换消息 他的好兄弟南明熙 在黑帮争斗中丧生 狱长特批三天丧嫁给他 朴雄哲过来祭奠旧友 把那只粉手套留在上面 他发誓要替兄弟报仇 找到老乡时 无形警寻求帮助 对方挽去了请求 说自己已经在癌症晚期 在生命结束前 不想再插手麻烦时 无形警递出一个等案袋 说手下美英 一直在调查南明熙的事 可以找他问问情况 朴雄哲出门就给美英打电话 双方约在警察局见面 美英正押送一批犯人 突然对面马路上 冲过来一辆大卡车 把围栏撞坏 撞翻球车 一帮黑衣暴徒从卡车上下来 把犯人挨个儿看了个遍 像是在找什么人 这时一个黑衣暴徒走上球车 在这里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人物 猛虎帮帮主赵虎 刚要靠信 躲在车上的高友诚 突然发起攻击 气得他抓住旁边的美英捅了一刀 高友诚从车上下来 发现警察们遭到袭击 他们没想太多 冲上去就和暴徒们死打在一起 高友诚是个脾气很急的人 打架本事却是真的不行 他被人一脚踹开 刚站起来 一辆汽车过来 把他撞飞 瞬间失去意识 等高友诚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 朴雄哲得知警察遇袭 美英被人捅伤 特意过来看网 无心警告诉他事件的前因后果 朴雄哲心里一股火 直接就起来了 准备一爆直棒 无心警劝他不要太冲动 朴雄哲不听 转头就来到猛虎帮老窝 他直言不讳的说 美英和男明星的遭遇 都与猛虎帮有关 也不等对方解释 戴上手套 就和猛虎帮的人打起来 几十年来 朴雄哲靠着自己的铁拳说话 对面几个小喽喽 根本不是对手 三两下就全被打倒在地 朴雄哲抓住一个小弟逼问 是谁 害死了男明星 得知一切都是帮派斗争的结果 男明星所在的帮派 被日本黑帮 青蛇会歼灭吞并 如果要想复仇 仅凭自己的力量 还远远不够 就在这时 无心警走了进来 看到屋内一片狼藉 他从容的告诉朴雄哲 可以一起联手 端了青蛇会 原来因为球车被劫的事情 高层未知震怒 要求警察局长 一周之内 必须抓捕所有逃犯 否则 无杀貌不保 局长便请经验老道的 无心警回来帮忙 抓捕其中四个 最棘手的罪犯 一个是诈骗范卢顺 双伤极高的美女 擅长随机应变 一个是连环杀人魔 程泰 两年之内 残害18条人命 一个是越狱高手 李幻山 连续三年 逃了九次 最后也是最难搞的 猛虎帮帮主 赵虎 无心警说 如果要抓捕这四个人 必须全权交付于他处置 他需要组建一个 特别小分队 完成这次抓捕任务 局长为了保住官职 答应了无心警的要求 小分队是由黑帮和警察 联手组成的 美英也是其中之一 但已经身受重伤 无法参与行动 现在只剩朴雄哲 可以一起作战 无心警必须迅速找出替补 他想到了曾经干过刑警的高友诚 因为人太过鲁莽 被设计进了监狱 听说现在这个倔脾气 还是没有改过来 不过对于他们这个小分队来说 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无心警跟高友诚说 参加这个行动可以减刑 小伙子二话不说答应了 于是两人来到一处秘密基地 朴雄哲随后出现 几人一起分析了四个逃犯的情况 一番了解过后 觉得先抓卢顺最容易 朴雄哲想起了一个小弟折柱 曾经提起过卢顺 立马动身去掌 这天折柱正以朴雄哲的名义 在饭馆收取保护费 十分嚣张 饭馆的人都被吓跑 他看到一个背影还在吃饭 就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 说这里现在不营业了 赶紧出去 没想到回头的竟是正主朴雄哲 这把折柱想得连连后退 慌慌张张的问 他不是还在行妻吗 朴雄哲可没那么多功夫解释 一想到对方打着自己的旗号到处招摇 觉得有必要先教训一下 再去问卢顺的事 这下折柱瞬间从刚才的嚣张 变成了娘娘枪 夹着腿跑到一处仓库锁上门 朴雄哲紧随其后一拳KO 之后折柱被威胁去找卢顺 他来到一个商场 和卢顺约在这里碰面 小分队的人埋伏在周围 卢顺果然是察言观色一百级选手 立马发现了不对劲 本来想跑却被死死围住 卢顺只能跪地投降 被带回小分队的秘密基地 胡行警说 如果卢顺能够配合抓捕剩下的犯人 可以获得减刑 对方一听 这么好的条件必须答应 小分队一下成了四人组 卢顺向越狱高手的情报一一道出 原来两人是老乡 他能够多次越狱 是因为外面有许多女人 卢顺根据李幻山的习惯 规划出他可能的逃跑路线 最后锁定一处藏身地 小分队根据线索找了过去 卢顺在这里碰到一个 正准备给李幻山送饭的大姐 便好心劝说对方尽早离开渣男 毕竟李幻山外面有好几个女人 大姐面对陌生人没有轻易相信 而是先回家跟李幻山说 对方一听 意识到可能是之前骗过的卢顺 赶忙逃出来准备离开此地 小分队的人早就跟在大姐身后 得知了他们的位置 随后在李幻山必经之路上做好埋伏 成功将其抓捕 还没来得及高兴 无刑警的病发作了 突然倒地不起 三人赶忙将他送到医院 医生说必须住院做化疗 缺少了主心骨的小分队 并没有散成一盘杀 李幻山被送到警局审问 但是流程太过冗长 为了尽快抓捕最棘手的帮主照护 三人决定直接闯进警局 自行审问得到线索 这个画面里三人走路挺拉风 告友诚拿着棍子 一脚踹开审讯室的门 把里面的警察拽出来 并威胁其他警察不要进来 接着卢顺潇洒开门 走进屋内 先来个无鹰角 给李幻山一个下马威 让他老实交代 果然奏效 很快便得到了赵虎的线索 赵虎和成太一起逃到了一个旅馆 三人吹到旅馆 告友诚负责追赵虎 卢顺去找成太 他听到屋里传来惨叫 立马过去查看 发现门被上落所根本打不开 于是他打电话叫来帮手 只见朴雄哲拎着个大锤 气势汹汹走过来 一锤就砸开了门 成太在里面刚杀了一个人 朴雄哲看着地上的尸体 气不打一处来 但是又不能打死成太 只能让他吃点苦头 给成太来了个痛苦之拥 咔嚓一声 应该是脊柱被掰断了 告友诚这边追上赵虎不久 朴雄哲也跟了上来 准备亲手掐死这个帮主 为兄弟报仇 却被小分队的其他人拦下 赵虎趁机解释一切 两年前 日本的青蛇帮帮主 找到赵虎 说只要替他们办事 青蛇帮能给他任何想要的东西 这样赵虎成了所谓的寒奸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青龙帮所干的够荡 不是卖面粉这么简单 背地里居然在买卖人体器官 甚至进行活体实验 研究生化病毒 日本人残暴的本性毫无改变 赵虎胆子还没有那么大 虽然他很贪财 但却不敢干这么丧良心的活 于是他收集了青龙帮犯罪的证据 准备向警察举报自首 就在这时 警察局长带着多名特警 突然现身 将嫖雄泽几人团团围住 局长早就被青龙帮收买 成了日本人的一条走狗 嫖雄泽意识到 一切都是局长设的陷阱 先利用小分队抓捕账户 抢走证据 然后再把这个临时组成的小分队灭口 高层也不会怀疑 嫖雄泽他们无处可逃 被绑在柱子上 局长放火烧了整个屋子 眼看大火就要把他们烧死 嫖雄泽使出全身力气 声声挣脱开绳索 此时顶梁柱发生断裂 几人赶忙跑开 嫖雄泽一个箭步跳出窗户 出去后看到高有成昏迷在屋子里 又返回去救出对方 换下心做了人工呼吸 高有成醒来 觉得嘴巴里都是味道 该是一顿肝偶 嫖雄泽看到卢顺也倒在一边 边走边说 看来还有人需要做人工呼吸呀 卢顺只是趴在那里休息 听到这话 立马惊圣 说自己好得很 与此同时 无形警也出现 原来他在病房里遭人暗算 好在他警觉 及时出手将暗杀的人解决 并从杀手口中 得知局长的阴谋后 第一时间赶来解救小分队 无形警和嫖雄泽等人 再次碰面 分享了情报 按照照顾提供的线索 他们找到了一处工厂 而此处是青城邦的大本营 里面有上千名小弟 单靠他们四个人 还是有困难的 所以嫖雄泽联系了自己的发小 天脚来帮忙 一双脚踢遍天下无敌手 他扮成外卖员 进入工厂内部 把藏在里面的青蛇成员 打得片价不留 没几分钟 就解决了这里的人 打开工厂大门 小分队的车顺利进入 五人来到工厂仓库前 青龙帮的支援赶了过来 蓝赛路中央 战斗瞬间打响 天脚一个飞升回旋踢开团 紧接着 调雄泽和高友成出手 对面拿着棍棒 却出于下风 没办法 他们面对的是最彪悍的小分队 朴雄泽勇往直前 狱贼杀贼 没一会儿 他走到仓库二楼 这里正有一群人在等他 朴雄泽左右开弓 俯身躲避攻击 然后起身给出重击 不想一会儿功夫 仓库里的人都被干掉 咱就是说 纯靠物理输出都给人吓晕 得知青龙帮帮主 准备做直升机逃离 朴雄泽继续追到天台 发现门被堵了 退后几步 一个冲刺 硬声声撞开大门 看到准备逃跑的帮主和几个手下 在天台等直升机 此时 手下们拿着匕首冲过来 朴雄泽身上没有防护 被刺了几刀 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战斗力 很快 手下们被全部干倒 帮主决定亲自动手 他带上直虎应战 帮主果然也是混迹江湖多年的老油条 身手还算不错 要不是朴雄泽胜算年轻 搞不好真的打不过 朴雄泽咬牙扛住对方的重拳 死死抓住帮主的腰 使出全身力气 将对方制服 最后小分队会合 警察也随后赶到 看着朴雄泽他们潇洒出现 电影也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打斗戏分很多 节奏十分紧凑 看起来很刺激 故事情节实际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没有太多复杂的内容 警匪联手出现了一阵一邪的阵营 把东西的拳头还是挺有意思 老套的以暴之暴剧情 豆瓣评分6.7 喜欢动作戏的可以看一看